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贏者 惡化仔 還有很久沒見的矮霸 上個星期講了一堆新版 今季其實有些我們都未必會講的 好像其實有一個濃縮版的Psycho Pass 千萬不要覺得它是異龜 異賓府 不知為何它要異的 當然這個我不打算講它 因為我打算完才講 當然還有一套 雖然其實不應該講 不過之後會用五六分鐘講的Personal for Go 要講的這套東西 很棒 第一套要講的就是 今季也是有很多 我也不太懂得讀的名字 其實主持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這個名字究竟怎麼讀呢 每個人都在研究不同的東西 我看入面了 A0 A0 不是L0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慣常的關 每季都幾乎有一套虛冤 現在真的老實講 不是說叫做恭維 除了虛冤的作品之外 有品質的保證 其實那些真的有機會要復的 但這套起碼看兩集 故事其實真的不是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就真的 甚至上可以說它是沒有說過 很老緊的 火星人打地球 不是有套電影是火星人打地球的嗎 有些很大的頭是火星人 不是啦 這套東西是我在久維之前說過的一套動畫 Hilloman的時候就說 如果Hilloman的蟑螂 是能夠入侵各大的動畫的話 我想這一套它未必會能夠成功 這套它也是能夠成功地擊倒地球人的 你說火星熱中 都可以啦 這個是 虛冤現在好像越來越多機人片 其實我發覺 不過它的機人片其實有少少就是 日賣人物多於賣這個機體的 你說翠星那套是因為Chamber 他的破格的表現 令到機械人比人更加受歡迎 這套未知 這套呢 敵方機械人已經出來了 主角坡其實只有雜魚機 誰出來了啊 大坡找些光線都出來了 但主角坡呢 只有雜魚機 主角是還有基礎的 所以 這套東西其實呢 他一開始就說 就是這個火 也挺老近的幾個設定 就是火星人 我叫做 還有你這樣說 他這個世界公司和我們不同 他這個世界公司是1972年 阿波羅登月之後 發現了一個門 可以通往地球和火星中間 那這個門呢 火星就侵了地球 就是 沒關係 是這個個Case 我想說的就是 它是一個很典型 就是說 一些上了太空移民的地球人 慢慢他們開始的差距 就越來越大 一班就自稱了自己的火星人 然後一班就叫做地球人 其實你當是新人類 和不是新人類的問題 另外的 就會是說 跟著那班火星人 然後就說 咦 我要去拿回地球 但是你覺不覺得這件事 好像一件什麼呢 AGE AGE那班外星人 都是為了 我為了這麼多年 我就是為了奪回地球 關什麼事 很多動畫都是這樣的 真的 我不是說這些 你見到就是 設定其實是很 common common 得很重要的東西 而當然 這套東西其實叫做 有些好看的地方就是 火星的公主 為了就是 也對 公主通常都是 和譚 是的 由Turna到Double Double Double 完美和平主義 Gibbit 死了 那就是為了下地球 就做這個 你的船都叫和平號 的啦 親善大使 你可以說就是建立邦交 希望就藉著第一步 然後就被火星的一些 就是不想和平的人 只是想武力 侵襲地球的火星的一班勢力 炸死了的公主 然後他們就有個藉口 就說 我們是為了大義 就是因為你這班野蠻的地球人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下來 就是統治你們了 其實這裏開始的時候 我都沒什麼感覺的 我直到是去到21節 我看到那個時候我笑了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如果看第一集的時候 會發覺就是有個司令官 最初很神氣地說 我都預了你們是會用這個降落地球法 我們十五年前已經準備好 你們是會用這種方法的 但是接著 在不夠三分鐘之後 就被人打臉了 他 很厲害 這些事情我十五年前就知道的 我預了嗎 我十五年前 預了你走這一步 哇 這傢伙來的 我可能以為是 等一下 他預了 他預之坦 做不到你這件事 他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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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是有了部署 你用這種方式下來 我是怎樣用戰鬥的單位去圍你 然後跟著去攻擊你 然後當然就 玩了一樣其實叫做什麼呢 很多你說叫做幾十人動畫 都很 通常會避開玩的東西 因為玩這些招數就太屈了 其實是 就是通訊網絡的癱瘓 他直接炸殺地球的電纜 通訊網 通訊網 光耀 其實反過來 這個現實戰爭場面 才會用的東西 動畫其實很少說 比如說 兩次的伊拉克戰爭 美軍最早炸發電系統 以及通訊 電視台這些系統 其實他很反映現實 動畫永遠都不會做 動畫永遠都不會做 就是炸大使館 炸總統府 你錯了動畫是主角出來 對面馬上輸了 不是 通常呢 你說機械人動畫 那些就是 通常就是在一個城市裏 搞破壞 然後就在那裡 哈哈哈哈 然後就噴火 然後那些人到處走 這個是很慣常的 但是你說 為什麼其實會很少用這個 因為其實 你真的這樣炸了 的話其實 某一方面 可能有一些叫做機械人片 本身主角機是一個 超乎規格的存在 我用什麼通訊網 我一對一 就已經放下你了 是不需要用這件事的 另一方面 你說如果真實是 那些 如果你用這招的話 就真的沒得打了 其實就 敵方是不能夠太聰明的 對 但是今套 這個敵軍 科技上 機械人的先祖地球很多 他都用這個招 我也是超乎規格的 所以其實 如果你想清楚 剛才所講的一切 那些人有個十五年 究竟他準備了什麼呢 其實很值得深思 是很值得深思的 他準備了一個縮頭 他準備了一個縮頭 很明顯其實是 尤其是經過老師 大佐 大衛 的那個對白 裡面 大衛 我們清楚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 軍方的上層 是知道了 究竟火星人的科技力 他去到什麼程度 十五年前 十五年後 其實不會降落得很厲害 應該說 你也會預計 對方會有一個突破性的提升 比你更加強 除非你火星那邊 你可以拿快 所有的技術來 開發一部新的機體 有一部叫高達的東西出來 你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勇者王也好 我心想不理他 但是你看到 全部都是戰機 當然 他在地面有機械部隊 空中有戰機 互相打破 會出擊 當然 其實這兩產機 其實挺OK的 我覺得這兩產機 地球軍 這兩產機 是挺OK的 算好的 有浮空 浮天氣動 其實問題是實彈 而你看到這個案子 其實你會覺得 你十五年 他不說那句都由字 他講了這句 我真是把幾火 你這十五年 我當你是炸戰艦 是一個很tricky的東西 當然這傢伙肯定沒有經歷過伊拉克戰爭 很明顯是 他的指揮官的位置 不知道在哪裡 騙回來 不管 但是最起碼在戰力上 你不會說 那些人好像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又比較大 如果你不說十五年前 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 可以的 但是你講到這裏 就覺得 不是說虛弦射得不好 我只是說 顯得那傢伙真的很老殘 也都地球軍也都很老殘 不是的正常 他們 開頭大會都說 其實地球軍知道地面是怎樣 但問題是 都要派一些BB彈的機 給學生用 沒事的 眼裡民眾都會 你這份大座 他都是這樣的 大座之後 為了牽制時間 其實如果 他知道 這個火星人 他也是在那場大戰 月球大戰裡面的生還者 他沒有可能就知道 打格鬥戰是最不熟的一件事 對他來說 那當然不知道 他這個所謂的 我不知道這個叫做 轉移一定還是 是一個漲壁的東西 其實現在未清楚 這個什麼技術 總之就是碰到火星的機體 就會 應該會 每一部火星的機體 應該是不同能力的 剛剛很追著 最後一部機體 應該會有屏障 所有都會有屏障 所有都會有屏障 應該是 所有都會有屏障 其實是會 看他的樣子 但其實呢 當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屏障之後 我想到怎樣對付這部機 地雷 沒錯 因為很明顯 他們的腳是不會沉下去的 他們的腳是不會沉下去的 你們都怕ESP就知道 大哥 肯定地雷不會沉下去 所以 那腳斷了就可以玩完的了 所以 我所謂的地球方 真是 唉 那很難說 你趁這個時候 沒有辦法準備了地雷 那些機器是飛鋒飛的 你打不到又 但你說 在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 現在看到那個情況就是 火星那方面 其實 他們單純 是為了貪圖 不知道地球什麼 他們不知道 但總之他們很想要那個地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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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樣 其實他們一直在找藉口開戰 終於找到藉口 公主下去 然後 然後 特意找一班人暗殺公主 然後 直以 教禍給地球人 當然 去暗殺公主那班 最後在第二集裡面 都說 你不是 老實說 就是 信譽的東西 一向都是 我殺了你 就真的沒有人知道 不是 他說了一件事 就是火星那邊 那些藍燦龍應該只有小常知道 應該是 軍方也不知道 沒有小常 就是 搞出來的 應該就是 所以他要殺 不然火星會有調查團 你玩著 那調查團一查就查到你了 當然你說 我們跟著要說 其實 主角 其實暫時 就是 他二周目的四女 他是一個很冷靜 很冷靜 很冷靜 很冷靜的人 錯了 他二周目他什麼都知道 所以很冷靜 以什麼咒目啊 擺明是很冷靜 當然 他叫他朋友飛上去去去去救他 他知道他會死 如果知道他死 他是不會去救他的 其實角色歷史也就是要 抓住他的手 他不救他他也是會死 他救他也是會死的 如果真的照你的理論 他是一個二周目的角色來講 救不救他也是會死的 劇情需要 這些事情 不可被知 fact 即是等於二周目的角色 你不會知道一個明招會死的人 才會訓練他的 吃了EXP 幹嘛呢 沒錯 你不會去救他 你不會去 即是主角 即是你叫做什麼呢 主角現在 比你那個幾組 他那種 他那種 不是神秘 他那種是 他那種是 他好像一個 很空洞的人 是虛緣代言人 他知道所有的人 首先 由兩節看到的 在第二集裡面 當他撞到 公主原來一直都是 原來沒有上那輛車 所以他是被過了暗殺的 然後見到公主之後 他被人制服了 然後 制服完之後 他沒有反應 然後 人家告訴他 其實我是公主 他就說 我也是沒有反應 然後去到 一節就是 當他的朋友 在這個追逐戰裡面 不幸喪生的時候 他都是沒有反應 整個故事裡面 喂 我覺得 這傢伙 是有問題的 其實他精神是 我知道 他肯定是經歷過 不知道什麼 這傢伙 冷靜得 是可怕的 你會覺得這傢伙 為什麼呢 應該是 他的頭腦比較優秀 我覺得是 他想了很多事情 但他不會跟你說出來 喂 你不關事 你就算在第一集裡面 當他看到 有道德 還有飛彈啊 好像看到 跟媽媽說 鳥仔啊 是沒有分別的 人家聰明到一看 就知道 飛彈是自動到 他鎖定車 不是鎖定我 你明明了 他已經看通了部數 他一定不關他事 他一定沒有事 他一定可以的 但是你不是 我不知道 伊奧凡究竟 他是一個 什麼人 但是 就算我們介紹這個角色 多冷靜 他是冷靜到不正常 那種 他是冷靜到沒有感情 那種 還有你看到 第二集他被對面部機追 他看一看就知道 這個時候先看一看 他知道怎樣對面部機 避開部機的攻擊 他要知道 這個是 他那個 我看到 比較抽離的角色 是整部電影裡 唯獨他是最抽離的 他真的好像不屬於這套作品 所以就路過 他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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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什麼事 不要死 不關這些 什麼二集目 如果二集目的話 他一早就開了部機體來騙人 因為二集目 先找到公主 第一件事 特意出門後找公主 你以為白銀嗎 公主又說 我交部新機 交給你地球的未來 就交給你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但你說 整個故事物在裡面 其實 看到的 其實地球方 是屬於比較真實系的軍事 你不算機械人 即是機械人 你當是機動武兵 其實會是一種 那 現在來說 其實 看下去 以及封面 以現在所知的 資訊來講 其實 主角應該是搶著那部量產機 都會是 他們回學校拿部機 應該都是量產 軍方沒有分別 可能或者是使用機 我比較會覺得 其實會是 打戰術呢 會不會是 因為 你見到主角其實很冷靜 他一看到 沒有敵人的機 有什麼機關 有什麼特別地方 可能拿著機 然後跟別人說 這部機攻擊什麼地方 用什麼戰術去打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主角那種 抽離的感覺 我覺得他是用一個超 他是神視點式的戰略模式 去解決所有問題 他真的會是 我感覺 當然 如果你這樣說 當然是很噁心 但是老實說 我對虛淵的 是有一定的期望 和寓意的肯定 所以我是不會覺得 應該會這樣 但是 主角又沒有 應該這樣說 其實 他是好像翠星那樣的 翠星無論主角 主角那種是叫做什麼 他是不了解這個世界 他想融入他 他不是 他是想純粹了解這個世界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而協助到他可以回去 你清楚他的目的 而他的抽離感 在於就是 因為這個 根本就是 一個異星球 就是他是火星人 那你想說 但是 你現在這個就是 伊奧凡 我是完全不知道 伊奧凡究竟在做什麼 其實是 他會給你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當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虛緣想確立一個新的角色 但是 冷靜認角色 冷靜得可怕的角色 老實說 希羅 也沒有那麼厲害 即是就算 飛蛇羅 阿切爾 再冷靜 他也會有衝動的時候 人的衝動會有 但這套是沒有的 但是就是 殺了你的Fan 我當然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是那麼Fan 這個是有傷確的 我明白的 而 在她姐姐 即是 那個所謂的策略裡面 她姐姐是坐在一部機上 然後她叫她停車 她姐姐是有機會 她的策略 一錯了 她姐姐是有機會死的 當然 這個也可能就是說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的 她姐姐來的 那都是有傷過的餘地 其實我真的 虛緣死的東西 不是應該是黑的嗎 不過她最近都洗白了很多 我也明白的 但是 真是看 現在兩集裡面的 暫時 真是 知道的情報不多 就是一個宏觀的環境 反而你說 我覺得是第三集 真是她的決勝 她的院最喜歡第三集 決勝 真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掉頭了 不是 第二集 你不見到機器人過頭 一口頭就沒有了 斷了 OK 所以這套 還有另一個 其實應該都是 第二男主角 就是阿公主 火星那邊 也是一個地球人 不知為何去了火星 應該好像是否 被捉了 不知為何 這個 總之 但是 明顯那傢伙 駕駛那個飛機 然後我就說 是否可以跟 兩站機合體 我真的有想過 不是 火星那邊 你可能當是 Jero的藍色主席 就是這樣 就是敵人那邊的人類方 應該會是 但是 又 要看看怎樣 這個就是 公主應該變成和談角色 公主應該變成和談角色 關鍵時候 當地球軍真的打不電 他可以走出來 因為他身環 他有信服 你不明白 公主那一節 如果 我覺得其實 虛圓是這套 其實 我覺得他是 不停在某些細胞 裏表的一些機器人作品 如果這一套 若然 我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若然公主 突然在一個螢幕出現 跟著 那幫鬼道裡面 城堡裡面 那些領導人 就會說 你 你說你也是 我說你不是 你假扮的 這段劇情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當然是我們剛剛結束的 U.C裡面的 其中一節的劇情 你沒有證明是 你也是 那樣的 因為其實我看到他很多 其實很多細胞 其實是一些很機器人典型的 橋段 但是他處理的方法 是 我不可以說他是很寫實 但是他用了另一種表現方法 告訴你 用了愛的寫法去寫實 真的 不過是愛之戰士 我覺得他對機器人的愛 我們明白的 就算了 這套 暫時來說 今季裡面 你比起白銀來說 這套是更值 因為兩套其實 都好像是玩 想玩一些真實系的軍事 當然 另一套 主角機就是一部 超機人 但是主角不是 主角超廢人 不要理他 但是這邊也有節目 這裡很明顯 主角應該是一個超人 大火機太快 對 真的 咦 有比較 那我們拭目以待兩套 兩套最後完了之後 究竟會是怎樣 好 那我們這節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